不是周琪,不是唐才玉 山东南篮两笔重量级签约正式曝光 丁伟大手笔立了大功了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咱们山东南篮也是刚刚传来的两条好消息 伴随着这两笔重量级的签约到来 意味着山东队在新的赛季将会有了更高的追求和目标 也将会在丁伟的领先之下 这支球队将会朝着新赛季非常高的一个突破性的成绩 将全面发起冲击了 这一次丁伟绝对是立了大功 他的这个大手笔的运作完成之后 给了山东球迷一次意外的惊喜 那么众所周知 山东南篮是完成了换帅丁伟上任之后 对于整个球队的凝聚力的打造做的是非常不错 因为丁伟作为一个CVA资深的老牌教练了 那么他呢在球队的这种掌控更衣室啊 凝聚力打造啊 笼过人心这方面确实啊有自己的一套 所以说整个山东队目前看上去啊 整个球队的干劲很足 那么丁伟呢 同样他的个人的执教能力经验来看 是完全不会逊色于王海 所以说新赛季大家对于丁伟的执教 还是充满着非常高的 期待再加上山东队这几个赛季以来 他的投入比较稳定 而且是在持续的加大投入之中 对于引进内外员方面也是比较舍得砸钱 所以说这支俱乐部新赛季 只要说整个球队的精细神在凝聚地赛 那么球队的成绩就不会太差 那么同样呢我们都知道 在近期呢很多球迷一直在等待和期待着球队 能否在转回市场上签下一些优秀的强员 帮助球队在新赛季完成整体战斗力上的升级 因为不可否认 山东南南就目前我们整体的人员配置来看 其实我们的队内并没有任何的球星存在 对吧 这个球队就是一个完全的纯草根的平庸级的球队 这个球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队级别的球员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支球队想要取得一个特别出彩的成绩 想打进联盟四强 说想要争夺总冠军 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除非你的球队有那么两个国家队到三个国家队的球员坐镇 对吧 能有两三个国家队的球员压镇 再配上一些优秀的二流球员 那么这支球队才能够去争夺总冠军 但是我们球队目前大部分的球员可能都属于一些二流球员 对吧 没有一个真正的一流球员去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让整个球队的战斗力问题 陷入到一种僵局 很多球迷都说了 我们能否引进周琪呢 能否去引进包括近期传闻之中的像赵锐啊 唐才玉 那么这些球员都是好球员 也都是山东队需要的球员 周琪呢 他的妻子是山东人 在过去几个月一直在山东照顾自己妻子 对吧 在山东 那么包括他近期在青岛集训啊 参加国家队的一些集训训练方面也都是留在山东 那么能够看出啊 他如果说能够加盟山东的话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下架 而此前 刘宝杰这个山东南南的跟队记者 也曾经爆料过说山东队是有意接洽周期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山东队有可能会谈判周期 那么包括唐才玉近期也是山东队 是吧 传出绯闻说有可能要引进的一个球员 唐才玉呢 是新疆南南的一个主力封线 如果说他能够加盟山东的话 绝对是可以占据三号位的主力位置的 因为他老家就是山东人 对吧 他老家就是山东的 而且呢 他在新疆队目前受到了麒麟啊 包括阿布杜沙拉木这些主力的三四号位 可能一些位置上的挤压 他的出场时间并不稳定 如果说他来到山东的话 他一场比赛打三四十分钟都没有问题 对吧 山东队的三号位目前无人可用 所以说他加盟山东确实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那么包括像赵瑞 今天夏天也传出要离开广东 山东队能否去争取一下 补强一下自己的一号位呢 都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呢 就目前来看 山东队能够在转回市场上 签下这些优秀的内员吗 目前来看 其实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因为山东队的整个薪资的配置 目前来看是非常的不理想 因为贾成他的顶心正在合同期内 而陶汉林和高世炎 今天夏天合同又到期了 两个人必须要用顶心完成续约 才能够留队 所以说三个顶心全部用完之后 山东队已经没有任何的顶心 能够去接洽周琦赵瑞这些大份球星了 包括唐才玉 对吧 你不跟人家顶心 人家凭什么来你球队呢 那么但是呢 俱乐部并没有放弃完善其他细节的一些机会 那么俱乐部近期也使出了大手笔 丁伟作为球队的主教练 对于球队教练组的打造 也是立了大功 那么在他的引荐和敲定之下 据悉啊 根据山东南岚的跟随记者刘宝杰透露 山东南岚将正式签下两位外籍的助教 一位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助理教练 一位是来自于美国的体能特训师 那么这两人的加入将会帮助山东南岚整体的日常训练 备战的效率质量水平都会提升一个档次 那么也能够看出山东队在新赛季 不是目标平庸 而是目标有着更高的追求 所以说才能够花大力气 能够去提升我们的整个教练团队的这种 是吧 专业度和质量 让整个球队的运转会进入到一种良性循环 在左往右臂的辅佐之下 让丁伟更好的把控驾驭这支球队 让山东南岚在新赛季迸发出更大的能量 所以说我们也在此要恭喜丁伟 恭喜山东南岚